那么我们的法会是干什么 你德太少了 你德太少了 通过这些摘交法会 给你增德 赔德 明德的机会 使你的德更充足 更多 变成大德 让大家捐钱 舍了就有德了 让你参加法会以轨来度众生 用自己的心意 用自己的音声传道 这是大舍 大舍 大德 得了明德了 你把自己体内的光炼出来 使基因里的黑子大量地释放出来 你变明体了 大德 参加法会是让大家赔德修福的机会 为什么会增福 增寿 增吉祥 是因为增了德了 增了明了 你更亮了 你更多的能力 能量储备了 是这个道理 那么做斋交法会的时候 不单是师父引领着你 我们今天请真 降真 整个三千个大千世界 所有成真的圣者 都会离连这个六合姐姐的道场 来共襄胜举 但这个时候给你赚德的机会 赚明的机会 实在难得 他们的加持力 同时你知道你去年得罪张三了 今天跑人家家里去敲门 张三我对不起你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能敲几家人的门呢 那么你五十节生死轮回里面 你又得罪过多少众生啊 有的在天上 有的在地狱里 有的在恶鬼界 你怎么去啊 你都没有神通 没有身外身 你光凭着一个念头就去了 胡说八道啥 你现在念一百万马上给我 谁能念出来 伸手一出一百万 念头一起一百万来了 那这小真本是啊 你念一个给我看看 念不来 念不来是假的 那你用大脑都是错的 只有用心才是真 自己用明体 用明体去变现 你有赚一百万的能力 一个月后你可以拿出一百万来 因为你有这个能和力量 你没有这个能 你怎么有这个力量赚回一百万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能耐有限 我们请四圣法界 成真的真人们 进虚空变法界的真人们 大德们 共享圣举 你没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 你帮不到的人 他有这个能力 他愿意帮你 因为他发心就是度一切最苦众生 你的冤情这种最苦 最痛苦 最难受 他不愿意看到 所以他愿意帮助那些众生 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他愿意帮那个众生 是他看到众生受苦 他受不了 你只需要用量子心念 量子纠缠 请六道有缘众生来此道场 因为你做了功德主 因为你人在这儿 你可以纠缠他们来 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门票 就这个道理 他们来了 得到圣者的 有能力人的帮助 那你的冤情债主就大量的被超度 解父不再在三恶道中受苦 不再横死道理 恶鬼道理受苦 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积极参加法会 在法会里舍 要么舍钱 要么舍财 要么舍体力 要么供花果 要么供药品 要么替众生供法船 不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 是广大圆满三千个大千世界的众生 舍 不是只为自己家人做 刚开始劝大家为自己家人做 是引起你的大悲心 慈悲心 等你慈悲心起来 你要大慈悲 你要做度法界一切众生 这是大舍 大德 有了明德 所求 悉令满愿 不是你求什么 菩萨一定要帮你 天尊 圣者一定要帮你 不是 是你舍了多少 根据这个量 给你命气 给你明德 你拿去还债 你有能力赚钱 还人家的现实的 欠美金 欠黄金的 物质界的债 你有明德 可以化成无形能量 去传递给自己的 有缘众生 还无形 法界里的债 就这么个道理 有形无形 物质的 百分之四的债 也有能力去还 因为你赚到 在这个人间赚到钱了 然后百分之九十六的 欠六道众生的钱 也可以用明德这种力量去还 他要的不是美金 他要金纸 银纸 黄复纸 药品 要烧掉的东西 他才能受用 放在水里 化掉的 他才能受用 埋在土里 烂掉的 他才能受用 因为要把有形的 化为无形的 有之以为力 无之以为用 借这个有形 把它烧了 化成无形的 他才能用 因为暗物质 不是物质 暗物质界的重成 他需要暗物质 不是需要物质 他要你把一百美金烧了 但是你一百美金烧了就是一百块 你把一百美金买成金银纸 它可以变成千亿万的美金 这是给大家心念参与的 增上缘的机会 这是大量的烧金纸银纸 火供物 这个焚香 然后这个给法界众生 然后你的所求 才能吸力满源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